欢迎来到TensorFlow的系列教学频道 这是此系列的第一集 将带领大家用最便利简洁的方式来安装设定TensorFlow 另外片尾也会介绍在Google Collab上建立环境 可直接训练与执行 首先来到Visual Studio C++官网 选择下载Community 下载完成后安装Visual Studio C++ 我已经安装过了就不安装了 接着来到Github上下载TensorFlow Models 人杰我放在下方的说明栏 到网页后我们点选Models 接下来选Code 按Download Zip 另一个要下载的是Protocol Buffers 人杰同样我放在下方的说明栏 到网页后根据你的作业系统 我们选择Win64版本 下载完成后解压缩Models到你要工作的地方 接着解压缩Protocol Buffers 接着解压缩Protocol Buffers 加速它的拦余 路径重复了 我们把它搬个地方 然后我们把它搬个地方 就这样 接下来我们须编译Protocols 打开命令提示资源 进入Models Master Research执行编译命令 命令我放在下方的说明栏 完成后我们到Models Master Research Object UnderSquared Detection 你的Protos 可以看到每一个Protodon 都有对应编译过的Pdon 接着为了方便设定TensorFlow执行环境 我们选择Anaconda 到Anaconda官网 直接点Download下载 下载完成后执行安装 下一步下一步即可 Anaconda安装完成后 打开Anaconda Prompt 建立TFR的虚拟环境 注意要指定Python版本为3.9 完成后Active它 可以看到前面的提示文字 由Base变为TFR 接着我们复制ResetUpDeck Detection 接着我们复制ResetUpDeck Detection PockerGestT-IF2里的Setup P 到Reset下 接下来进入Models Master Research执行安装命令 命令同样放在下方的说明栏 经过了约10分钟后 我们测试是否安装成功 测试命令同样放在下方的说明栏 我们发现有错误 需要重新安装PortoBuff 再次测试是否安装成功 出现OK表示成功了 另外有关一些Anaconda常用的指令 分别介绍如下 Peepolis严重模组列表 Counterless严重模组列表 Counterless严重模组列表 Counterless虚拟环境列表 删除Counterless虚拟环境 这个删除指令我就不执行了 Counterless严重模组列表 为离开虚拟环境 我们可以在Google Collab建立训练环境 省去自行建置硬体的成本 首先到说明栏的连结下载这个 iPing不当 当然它写得比较复杂 照住我的画面 加入每个步骤的说明 首先我们可以先执行版本检查 于列词来看看 很多都已经是安装好的 接着就如同我们在本机电脑上的 安装步骤一样 执行步骤于下载Models 执行步骤二编译Protocol Buffers 原安装Tance Flow 执行步骤三测试Tance Flow是否安装成功 执行步骤三测试Tance Flow是否安装成功 出现OK表示成功了 执行步骤四下载Models Flow 执行步骤四下载Models Flow 这我们下节课会用到 步骤五、六、七则是自定义训练时会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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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可以检查下载的Models in Model Zoo 好啦,这节课就到这边 下节课将介绍如何使用已训练好的Model 进行物件侦测 最后也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 后续将会有更精彩的教学影片 感谢您的支持 ichting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